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进入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那么十四章 这五章就是特别着重我们生命经历中对付的一面 消极的对付 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 生命其实就是神自己 就是基督 就是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成长 我们是需要许多的对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过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堕落过 那我们在伊甸园里人就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那大概都不需要这些方面的对付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过 这个生命的经历就是有许多的对付 那么今天这几章 我们先来看对付这个肉体 肉体在圣经里 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是一个大难处 那么第二个呢 对付这个疾 这个疾啊 也是个大难处 那第三呢 对付良心 那我们的良心呢 是我们灵的一部分 也是需要对付的 保守我们的良心呢 是无亏的 是清洁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啊 让这个生命啊 在我们里面成长 那么第四呢 就是对付这个世界啊 这个外面呢 有世界 其实这个外面的世界呢 因着它影响我们里面呢 所以它也是需要很厉害的对付的 所以呢 这四方面的对付 这里有五张啊 那么对付己呢 有两张 所以这有五张的篇幅了 四项消极的东西 然后就是第一个肉体 第二个疾 第三呢 就是我们的良心 那第四呢 就对付这个世界 那现在呢 我们来一下 一项项来给弟兄姊妹点出来啊 这是简略的 就是把这个这些项目 对付的项目啊 跟弟兄姊妹有些分享 那么细节呢 我们还需要去读这本书 然后呢 在这个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祷告 让这个生命的经历啊 真是实化在我们的身上 首先来看这个肉体啊 这个肉体啊 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词 那么肉体是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人受造的时候呢 是有灵魂体三部分的 那时候是身体 我们里面有灵 中间有魂 最外面是身体 但是呢 圣经没有说我们是灵 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是体 圣经说是人呢 是魂 你看呢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都讲到多少人呢 就说多少个魂 所以人受造是魂 但是呢 他的正确的次序呢 这个魂呢 需要受灵的支配 那灵里面呢 需要有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啊 神自己是住在人的灵里 来支配人的魂 那魂呢 支配人的身体 这是一个正确的次序 魂是服从灵的 灵里面呢 有神的灵 然后呢 魂来支配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魂的一个工具 但是人堕落之后呢 这个就坏掉了 就变掉了 人堕落之后呢 人的灵变得死掉了 死沉了 然后呢 人的魂呢 就变成一个独立的脊了 人的身体呢 就成了肉体了 所以呢 这个肉体是什么 肉体是第一个定义呢 就是变质的身体 这个身体原来神造的 是中性的 是没有毒素的 但是人吃了这个上阿之树的果子之后呢 撒旦的邪恶的性情啊 就住在人里面了 所以在人的肉体的身体里 有罪以住着 这是罗马书七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所以呢 这个人的 这个肉体第一个定义 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就是一个变质的身体 有罪住在其中的身体 那么不但如此呢 那人呢 这个人的魂呢 他也受这个身体的影响和支配 那么到了罗马书的 不是罗马书了 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 我们看见说啊 在挪亚那个时代啊 说整个人就成了肉体 人不光是有肉体 人整个人成了肉体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这个整个人是在肉体的支配之下 在肉体的控制和指引之下 照着肉体的情欲和愿望来生活行动 行事为人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呢 就成为肉体了 所以整个人就成了肉体了 所以这就是肉体的第二个定义 就是整个堕落的人 整个堕落的人受肉体的情欲的支配 影响管制这个人 就整个人就成了肉体了 这是肉体的第二个定义 那么肉体的第三个定义呢 就是我们活出来的旧人 我们在这个罗马书提到我们的旧人 我们的旧人已经继续通丁了十字架 但是这个旧人跟肉体什么关系呢 旧人呢 是比较客观的 是主在十字架上就了结的 但是肉体呢 是主观的 是活出来的旧人 当你这个旧人活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肉体 客观来说是旧人 活出来主观来说呢 就是肉体 就好像说我们说基督跟纳灵 你说基督跟纳灵什么差别 基督就是纳灵 但是呢 基督是比较客观的 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 做我们的旧主的 但是纳灵呢 基督作为纳灵 活在我们的里面呢 就是主观的 你可以说基督是客观的旧主 那么纳灵呢 是主观的旧主 那你可以说这个旧人是客观的 而肉体呢 是主观的 所以在这里呢 弟兄姊妹 你留意这个肉体呢 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我再重复 第一 肉体就是变质的身体 身体里由最著作的 就是这个变质的身体 叫肉体 第一人呢 这整个堕落的人就是肉体 就是当这个人呢 受这个肉体的情欲的支配 管制指引的时候 这个整个堕落的人就叫肉体 那第三呢 肉体是旧人的活出 这个旧人 这个整个堕落的人 这个称作旧人 但是他在显出来的时候 活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肉体 所以呢 这一章讲到要对付肉体 对付肉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付这个肉体 身体的行为 身体的行为 首先 这个肉体这个罪恶的行为 邪恶的行为需要把它对付掉 借着十字架 因为这个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这个罗马书 对不对 罗马书六章说 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呢 加拉太书那里说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是需要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一面来说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已经把我们的旧人钉死了 但是另一面呢 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呢 我们需要操练一件事 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 都钉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应用基督的十字架 把我们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 对付肉体第一方面呢 就是要对付身体罪恶的行为 就是我们身体原来犯罪的行为 罪恶的行为 那需要应用基督的十字架 致死这样的行为 那这是一方面 第一方面最基础的 就是要把你身上那些邪恶的 败坏的行为 肉体的行为 应用基督的十字架 把它对付掉 把它杀死 然后呢 第二方面呢 不光是你身上这个邪恶的败坏的 连你那些好的行为 其实呢 在神的眼中也是肉体出来的 也是不蒙悦纳的 所以我们身体上 这所有善良的行为 从肉体出来的 也是需要啊 把它钉死的 也是需要致死的 所以整个旧人 整个肉体所发出来的 这个生活 就是这个肉体的生活 统统需要被对付的 需要被钉死的 因为整个堕落的人 都不能蒙神的喜悦 凡数肉体的人 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能蒙神的喜悦 所以这就需要彻底的对付 所以你可以说啊 对付肉体就是 致死身体一切的行为 在基督之外的 在纳灵之外的 凭着我们自己的旧人所做的 无论是犯罪的邪恶的 当然是首先要对付的 即使那些好的 善良的行为 但是离开基督 离开纳灵 凭自己活出来了 通通是得罪神的 不蒙神喜悦的 如果你读旧约 你读新约 你就看见说 神是一个肉体 势不良力的 他要断然的 彻底的毁灭肉体的 我们也要对我们身上这个肉体 有这样的认识 要彻底的毁灭 并且对付 这就是这一章 特别讲到对付的时候 我想这样跟弟兄姊妹分享 已经是很清楚了 那么下面呢 有两章的篇幅 讲到对付己 这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这个不光是要对付己 还要对付己啊 那首先呢 在这里12章就讲到 己呢 就等于魂 按照马太福音的16章和路加9章 那己呢就等于魂 马太16章26节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魂生命 有什么移出呢 那与这个相对应的是 路加9章25节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失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移出呢 你把这两件对比一下 你就看见说 这个己呢 其实就是魂 那我们的魂 我们说这个人呢 就叫做魂嘛 对不对 神造的人就叫做 以魂做代表 魂就是人的代表 那如果我们的魂呢 是在灵的管制之下 是依靠神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纯洁 正确的魂 但是这个魂呢 变得像神独立 那魂就成了己了 所以呢 魂就是啊 这个堕落的 像神独立的己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人堕落的时候呢 最进到人的肉体里 其实在最啊 这个善恶之术的果子 进到人的肉体之前 身体之前呢 那么撒旦那个邪恶的性情啊 邪恶的思想 已经进到人的魂里面了 撒旦已经进到 这个注射到人的魂里面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魂呢 它就是这个 相神独立的 堕落的这个 这个己呢 就是相神独立的堕落的魂 所以啊 这个我们这个堕落的魂 就是己 所以呢 那己呢 它主要的表现呢 就是意见 发表意见 所以这个意见 所以这个意见是一意见呢 特别在意见和意志上啊 是独立的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说 我们说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样的 我觉得如何说 其实呢 而这些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个独立的魂 就是己的一个发表 那这个呢 在我们教会生活中 其实是很普遍的 对不对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其实也是很普遍的 对不对 那这里 你弟兄就举个例子 讲到你弟兄的例子 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他们当地教会 两位年轻的弟兄 带头 对不对 在这个传福音之前 祷告 祷告说 那天气冬天 天气冷啊 那你弟兄说 我就把门关上了 那那个弟兄一来呢 这个就把门开开了 然后他出去了之后呢 他也把门关上了 那他再出来 会进来了 他也把门关上了 你想想看 这个一个要开门 一个要关门 其实呢 都是自己的意见呢 那后来你一定说 算了 我不要管开门不关门了 我们祷告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否认极 所以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开门关门 这件事呢 你看两个领头弟兄 其实都会造成 造成很大的冲突了 福音也别传了 那就吵架 为这个开门关门吵架了 所以呢 那你说这个 在教会中 在我们家庭生活中 其实也是一样 丈夫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 妻子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其实这个坚持这种意见呢 就是己的一个发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最后呢 就是讨知啊 没办法 离婚就这样产生的嘛 其实离婚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么自己的意见 她丈夫和妻子 各坚持自己的意见 和看法 那其实在这个意见和看法里面呢 就有撒旦的这个素质在其中 所以他在这里呢 他说呀 对己的定义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就是一个独立的魂 就是相神独立的魂 就叫己 然后呢 这个己的第二方面呢 就是在己啊 就是在魂里有撒旦的素质 撒旦呢 就注射到人的魂里 有撒旦的素质 那你怎么说 在人的魂里面 有撒旦的素质呢 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主耶稣 跟那个彼得的对话 那里是很清楚的 那当主耶稣启示说 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啊 受长老祭司 长经学家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地 三日复活的时候 你有这么记得吗 那彼得呢 就把他拉到一边 择劝他说 主啊 神眷恋你 这事绝不会临到你 你看呢 这里彼得呢 其实是他的 他的对主的爱 但是这个爱 是他的意见里 在他的心思里 在他的观念里 那么他不赞同主受死 他不管神的旨意如何 他说你不能去死 那这就是彼得 这个他的自己意见里的爱 那你请听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转过身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面去吧 你是半叠我的 因为你不思念 神的事 只思念人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我们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有撒旦 这个独立的心思 就是这个意见和己 那么里面藏的呢 就是撒旦 所以在这里 你看见思想 意见 魂在这里呢 都出来了 所以呢 其实呢 在这个里面呢 就有撒旦的素质在其中 所以在我们的己里面 就在我们的魂的里面 在我们发表的意见里面呢 就是有撒旦的素质 所以对己的定义呢 就是己呢 就是魂里面撒旦的素质 是这个魂呢 向神独立 那发表魂自己的意见 和自己的意志 这就是对己的一个最好的定义 好了 这就是啊 我们对这个己有一种的认识 有了认识之后呢 下面呢 就来看对付己的路 如何来对付己呢 对付己的路呢 在这里呢 在这一章里面呢 弟兄给我们看见呢 至少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首先要看见启示 他说 有启示 看见我们的旧人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哦 这个魂呢 是旧人的生命 这个己呢 就在魂里 我们的旧人呢 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旧人在 刚才已经提到了 罗马书六章那里说 我的旧人 我们的旧人 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启示 这是一个看见 然后第一个人呢 我们要承认 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承认 这个旧人 我们的己 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 然后第三呢 就是将我们说 将他所成就的 基督所成就的 我们所承认的 基督的死啊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这就是啊 背十字架 所以要否认己 要对付己 就是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把基督所成就的 我们所接受的 所承认的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实化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就是否认己 这个否认己呢 照着主耶稣在这里说说他 也是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和否认己呢 是同意的 就是说 一面来说 我们需要背十字架 一面来说 其实就是否认己 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主的十字架 主观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那么在这里呢 弟兄特别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背十字架和应用主的死呢 完全是在灵力的事 是在圣灵力来执行的 他这里一段哈 我觉得啊 需要读给弟兄姊妹听啊 他说啊 这个应用啊 必须在圣灵力执行 我们背十字架是在纳灵力 我们在纳灵力生活 行事为人 纳灵就将基督的死 应用在我们身上 一步一步 日复日日 时时刻刻 甚至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们用纳灵核对我们的己 意见 意志 思想和观念 圣灵一直核对我们 而我们被圣灵核对时 就愿意将己 置于基督的死之下 就是将十字架置于己上 将主的死 应用在己上 这个对十字架的应用 总是在纳灵力 并评到纳灵 这是我们必须接触主 并与主交通的原因 我们在交通力 我们就在水流力 我们在水流力 我们就在圣灵力 所以呢 你就看见说 这个经历基督的死 背十字架 或者说否认己啊 不是凭自己的 乃是凭着我们跟主的 交通活在水流里 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在这个圣灵里面呢 其实有杀死的元素 这个杀死的元素 就应用在我们的己上 那我们的己呢 就被致死了 我们就不觉得那么痛苦了 因为呀 在这里有纳灵 这个丰富的供应 所以呢 其实呢 真正的这个对付己呢 那我再读一句话 他说对付己呢 就是 那灵 就是在那灵里生活 形式为人 就是凭着那灵 一直将主的死 应用在我们的意见 意志和己上 这就是否认己 就是被十字架 将基督的死 置于我们的己上 所以呢 我们有意见的时候 想发表的时候 来呀 运用那灵 操练 摸我们里面的灵 当我们接触那灵的时候啊 其实那个死呢 就应用在我们的意见上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他说呀 我们必须 是十字架 成为意志 思想意见 和愿望的检查站 我们若这样核对 我们就会蒙拯救 脱离己 这就是十字架 这就是背十字架 并否认己 这个我们的两个难处 最于己 是我们两个实际的仇敌 不是在理论上 乃是在实行上的仇敌 对付己的路 实行对付己的路 乃是在圣灵里 凭着十字架 我想这个呢 是非常的清楚的 这就是啊 第二方面 就是有两张的篇幅啊 给我们讲到 对付己 首先简单来说 己是什么呢 己就是向神独立的 这样一个魂 那么己呢 他的表现 他的发表 都是在意见上 观念上 看法上 那么这个表现 这个发表 在他的背后呢 其实有撒旦的素质 就是有撒旦的素质 在我们的己里 在我们的魂里 那我们今天呢 需要对付这个己 需要否认这个己 那否认己的路 就是运用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杀死的工作 已经完成 今天需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而这个应用呢 是需要在灵里 这个十字架的杀死 是在那灵的里面 而我们凡事借着祷告 借着与主交通 活在水流里 让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 在这个灵的里面 就有十字架的杀死 我们就自然的呢 就否认了己 好 这就是啊 第十一章和十二章 就讲到对付己 那么第十三章啊 就来到对付良心 良心 那良心呢 是更深的 肉体是比较外在的 是些 那么己呢 就叫内在 是在魂里的 那么良心呢 是在灵里的 是更深的 其实良心呢 良心是什么 良心是我们人灵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我们的灵 有三项功能 一个就是良心 一个就是直觉 直觉感知 神的意思 神的意志 和神的思想 这就是直觉 然后呢 交通 就是我们跟神的交通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他高有的涂抹 那第三呢 这个主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良心 就我们知道啊 那么借着直觉 我们呢 我们的良心 借着灵力的直觉啊 发挥作用 那么良心呢 借着直觉 叫我们知道啊 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做一些事 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说些话 或者我们已经 做了一些事 不一定是很罪恶的事 不一定是特别的 像前面对付罪 所提到那些 邪恶败坏的事 但是有些事情啊 是我们的主不喜悦的 但是呢 我们就坚持想要做 那么我们的良心 就会有感觉 对不对 我们想要说一些话 对不对 我们在夫妻生活中 我们在教会生活中 我们在佩达的里面 我们有些要说一些话 但是这些话 我们说的时候 良心会有感觉 我们说过之后 有的是勉强说出来 良心会有感觉 这个保罗特别讲到 他说呀 这个在《十读行传》的 二十三章一节 保罗说到 说什么呢 保罗说 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 无亏的良心 直到今日 在二十四章十六节 保罗说 我因此操练自己 对神对人 长存无亏的良心 在提摩在前书一章五节 他说这祖父的目的乃是爱 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 和无亏的良心 并无尾的信心 十九节说 持守信心 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这些 就在信仰上 犹如传破 你看呢 然后呢 在西伯来说 九章十四节说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次的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 使其脱离死刑 叫我们侍奉活神吗 十章二十二节说 并在心内面 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 脱开了邪恶的良心 所以呢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良心的对付 良心的操练 叫我们的良心无亏 叫我们的良心清洁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良心有亏 有漏洞 他就这里说呀 他就不会有确信 我们的信心就会失去 他这个良心就好像漏洞 你要船一样 你有个漏洞 水一进来 水船就要沉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操练 也必须在神面前对付 叫我们有一个无亏的清洁的良心 这个是这片信息的负担 那么在这里他也提到三种的管制 我们知道 就是说人原来是在神的治理之下 在神的同在里 对不对 人堕落之后呢 人的良心开始起作用了 人就活在自治 就是在良心的管制之下 但后来人的良心也不起作用了 管不了自己了 不受管制了 那所以呢 在挪亚的洪水之后呢 这个挪亚时代的洪水之后呢 神就吩咐人可以管制人 所以人就在人治之下 所以呢 这个人 这就是人的三种的管制 那这里有段话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 他说人无罪的时候 是直接在神的管制之下 然而在堕落以后 人来到良心的管制之下 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人进一步堕落 就不顾 不愿顾到良心 那是在洪水以后 神告诉挪亚 要建立人的管制 人需要受别人的管制 直接 受别人的管制 直接受神管制 是神制 受我们的良心管制 是自治 受别人管制 是人治 你看这就是讲到三种管制 神治 自治 人治 他说在人治和神治之间呢 有介绍良心自治的踏脚石 所以这个良心是很重要的 那么良心的管制是踏脚石 是我们从人治 蒙拯救 并迁到神治里 因此我们必须操练自己 维持无亏的良心 并且我们越操练 越好 越操练 越好 要一直保守 无亏的良心 然后我们就会达到 直接接受圣灵管制的光景 我们操练我们的良心 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来到神治的管制之下 所以呢 听众证明记看见说 这个操练良心呢 是很重要的 对付良心呢 对于我们生命的长大 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呢 操练良心 或者对付良心 他说我们说 从未对付我们的良心 良心就会有许多的亏欠和控告 而变得不管用 良心消极的失去了功用 然后就交通而论 我们在经历上就远离了神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下面一段话也这样说 他说我们若从未对付我们的良心 我们就从未长大 弟兄姊妹 你如果从来没对付过良心 你就没有长大 那你说 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有一些长大 但那知识在道理和知识上 不是在真正生命的经历上长大 真正在生命里长大的经历 是在于我们对付良心 各位弟兄姊妹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的弟兄啊 见证他自己如何厉害地对付良心 跟他的室友住在一起的时候 一滴水洒在别人的身上 他就要厉害地对付 他讲到跟他一起长大的 同伴配搭服饰的弟兄 如何对付良心 都是很厉害的对付 那我自己呢 也能够见证 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对付良心呢 我们里面有漏洞 我们很难生命长大的 而且呢 很难有信心的 很难有胆量的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觉得读这一本书 还要读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需要停下来 在主面前呢 祷告 借着跟主的交通 主会光照我们的良心 那么光照到哪里 我们就要对付到哪里 对不对 如果得罪神的 我们向神认罪 得罪人的 向神认罪 向人对付 求赦免 求饶恕 那么一切一点呢 光照到的 我们都来对付 我们都来对付的话 我们的良心呢 就会在主面前的清洁 就会在主面前的无亏 那么清洁无亏的良心呢 就叫我们的生命 有真实的长大 跟主的交通呢 能够正常 好了 这就是啊 今天啊 这这个敌人方面的对付 就对付 这个 这个第三方面的对付 对付良心 那最后这 这我们今天再分享一章啊 就是第14章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中啊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 就是对付世界 这个世界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难处 是一个外面的难处 那么在 在这个 圣经里面呢 很多地方提到世界 对不对 在这个罗马书12章 说不要模仿这世代 这世代呢 其实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 一个系统的一部分 然后呢 在这个以弗所书 二章二姐说 他说我们那时啊 我们以前呢 过去呢 行事为人 是随着这世界的世代 顺着空军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么这是讲的世界 然后呢 约翰一书 当然大家都知道 约翰一书的二章讲到 说不要爱世界 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呢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那现在就是大家 需要有个领悟的 第一个 什么叫做世界 什么叫做世界 那么在这一章 他就讲到说 这个世界啊 是人类文明的 一个发明 世界呢 是在人堕落到 一定程度之后 说产生出的一个系统 不是人一堕落 立刻就有的 是在该隐的后代中啊 说发明的 该隐的后代中 因为啊 这个人在该隐的后代中啊 他离开了神的面 因为人在原来 是活在神面前的 神是人的供应 对吧 吃的喝的都是神来供应 对不对 神也是人的保护 神保护人 对不对 神也是人的娱乐 人有神的同在 就很开心 就很喜乐 那么人离开了神之后 这个供应是个问题 是一个需要 对不对 保护也是个需要 娱乐也是个需要 那么他就是 因着人这样离开神之后 为了应付他的供应的需要 保护的需要 娱乐的需要 就发展出了这些文化 发展出了文明 那这个呢 就是世界的开头 就是世界的开始 所以呢 这里讲到世界是什么呢 简单说 世界就是撒旦的一个系统 像这个粮食啊 保护啊 娱乐啊 这是人的一个基本需要 但是呢 撒旦就把这个系统化 产生一个system 一个cosmos 这个cosmos 这个系统啊 就把人保护了 就叫人啊 远离神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世界 这个就是世界 那么世界下面 要更详细的 给我们说出 什么是世界呢 他说世界是超过 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对不对 我们生活需要吃饭啊 我们需要穿衣啊 我们需要结婚啊 我们需要住房啊 但是呢 因着人追求这些 那么结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们看最近读这个创世纪 你看这个利拜加和以撒的结婚 很简单的事啊 但是呢 现在的世界 这个世人要结婚 要摆多少酒系 要多少的聘礼 要什么的婚礼 那一整套 这就成了一个系统了 对不对 吃饭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人生存需要吃饭呢 但是这个吃饭 现在吃的系统 各式样的餐馆 吃的讲究 吃的文化 那又成了一个系统了 穿衣也更不用说了 穿衣是很需要的 但是穿衣也可以搞出一个系统了 所以呢 今天任何人呢 生存的基本的需要都被系统化了 这个系统化之后呢 就成了人的一个 就成了世界一个系统 一个远离神的系统 所以呢 这就是对世界来说 是超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而且呢 是霸占我们 并篡起我们的 那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的 但是呢 它霸占了我们 它占有了我们 那这个呢 就成了世界了 那这比如说 甚至我们亲爱的人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 对不对 他们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需要对我们 但是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 超过了神 你爱你的妻子 你爱你的丈夫 你爱你的儿女 你爱任何东西 超过了神 那告诉 对不起 那这里呢 就成了你里面的世界了 因为我们这个人 是神的器皿 是专专为着成装神的 神应该在我们心中占第一位 那如果你心中任何东西 占了第一位 把神摆到第二位了 把基督摆到第二位了 那个东西 霸占你的 窜解你的 就是世界 所以这里呢 那这个对世界呢 是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 这个世界 就是任何霸占我们的 是我们生活需要的 但是成了我们的霸占 我们这个成了我们的战友 成了我们的篡切 篡夺 我们篡夺 我们篡切 我们霸占我们 就我们不能得着神 做我们的全部 不能让神做我们的第一位 那这些呢 都成为世界 都成为一个系统 所以呢 在这一章的结束 我们的弟兄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借着对付良心 并对付世界 而穿上纳铃 其实今天他说 基督徒啊 很多人呢 要追求能力啊 要说方言啊 要经历圣灵的浇灌啊 他说你不需要这些 你如果叫对付你的良心 是无亏的 是清洁的 对付外面 你没有任何世界的霸占 你这个器皿 你这个人 完完全全是为着神的 你里面呢 没有任何霸占你的东西 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 住的 丈夫 妻子 家人 一切 都没有任何霸占你 你是完完全全为着神的 弟兄姊妹 他说 你自然就会满有能力 你自然就会被纳灵充满 当你对付你的良心清洁 良心无亏 对付世界没有任何的霸占 那你就会自自然然的 就会被灵充满 你就会满有纳灵 你不需要去说方言 你不需要求告 你只需要把你身上对付干净 良心无亏 良心清洁 世界的霸占除掉 你就会被灵充满 你就会满了能力 那我觉得弟兄讲的话 是太对了 也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不需要搞花样 我们不需要说方言 我们不需要地上打滚 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良心 就我们的良心 真的是无亏的 对神对人 都是无亏的良心 当我们对神对人 无亏良心的时候 我们在仇敌面前 都是刚强有能的 然后呢 我们要对付世界 就我们的身上 没有霸占 对不对 我们人没有一件事 霸占我们 篡夺我们 我们这个人 完完全全被神得着 那我们就会被灵充满 我们就会满有能力 弟兄姊妹 我们就自然穿上 从圣上头来的能力 就被灵充满充益 传福音 做见证 为主说话 就会满有能力 这个是我们都能够做见证的 这就是 今天我想 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这五章的内容 内容很多的 需要我们一点点的消化 简单来说 这些对我们的生命的经历 是非常重要的 对付肉体太重要了 对付脊太重要了 对付我们的良心太重要了 对付外面的世界太重要了 那么这些 如果我们都对付清楚了 肉体对付了 脊对付了 良心清洁无亏了 然后呢 世界的霸占对付了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会经历生命的长大 一定会有生命的经历 一定会满了圣灵的能力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读到这卷书的 读到这些篇章的 听到这些话语的 你不要听了当作一个知识 这是一个 好像我只是快速的把你 带你读过这五章 就是给你一个蓝图 给你一个地图 给你知道 但是呢 我们真正的经历啊 是需要接着祷告 需要在跟主交通 在主的交通里 在我们一生的年日 在我们要来的基督徒生活 在主建 在我们建筑之前 都需要一直不断的经历 这些的对付 好叫我们 有真实生命的经历 和生命的长大 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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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